9月14日韩国爱宝乐园更新双胞胎熊猫幼崽出生69天的照片 网友表示越来越像福宝小时候了 来看看熊猫幼崽有多萌 此前报道 7月7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旅居韩国爱宝乐园的雌性大熊猫华妮韩国呼名 爱宝产下一对雌性幼崽 这是今年在海外出生的首队大熊猫幼崽 也是在韩国诞生的首队大熊猫双胞胎